日前一名英国军情六处的中国线人王岩 向英国国会情报和安全委员会提供了重要情报 指出华为对英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王岩因此得到该委员会主席的亲自回信感谢 而据英国卫报报道 王岩是毛泽东政权第三号人物的孙子 因此被海内外媒体解读为 王岩的祖父就是四人帮成员王洪文 不过根据英国国家广播公司2009年的报道 王岩原名任洪 1952年出生于中国 其祖父是中共元老任毕时 在1992年逃离中国后改名王岩 这些报道都令这位中共红三代现人的身份更具神秘色彩 2009年 王岩因为谋杀英国作家查普洛罪名成立 被判终身监禁 目前仍在狱中服刑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